一轉入直路的時候 我知道有很大機會贏 一直在進步上來 騎士懶得慢慢上來 以下來金碧榮柱你怎樣部署 下一場金杯 我打算去到達拜跑Duty Free 1777米那場賽程 那場賽程是全世界最大的 全是適合他的 因為1800紀錄時間是他的 所以柳先生1600米也是他的 很快時間 所以馬雖然不是那麼大 不過發抖心很大